如果小伙伴们是在小区楼下玩耍,环境允许的情况下都是平地的话呢,我们是可以在平地上面进行玩耍的,如果条件不允许,建议大家是配一下我们这个战斗盘去规划好它的一个活动范围,不会让它呢到处去转,来看一下,在平地上玩呢,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范围可以去使我们的陀螺转动,而且呢,转动的这一个时间相对而言会比较的长, 然后我们这一个是三号中间大小的一个小陀螺,我们可以刚开始的时候呢,先去把数量少一点的陀螺给雷起来,当我们觉得自己可以掌握这一个技术之后,我们再把其他的陀螺给它雷上去,然后现在这一个呢,就是比较简单的了,我们难的话呢,可以挑战五岩的五层的一个陀螺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迪士林奥菲的一个水画本,来看一下这两个呢,是我们非常热卖的一个冰雪奇缘系列的水画本,然后它的材质呢,是非常的硬的,也是一个后制版的材质,然后里面呢,有四页,四页的一个内容呢,都是不相同的,像在这一面的话呢,它是有一个老力小游戏,然后它会问你问题, 然后在我们的这一个水画本,图完之后呢,在里面寻找我们的一个答案,看一下下一页,它的一个内容,每一页都是不一样的,我给大家图一下,看一下我们现在会图出什么呢,这是我们的Elsa,然后可以图出安娜,还有我们的一个小学宝, 还有这个男二号,我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,就是这么的轻轻意图,然后呢,这一个画面就会呈现在我们的面前,非常的好玩。